大家好 我是Kerry 溫哥華的地產經紀 今天跟大家分享一個在Metrotown附近的樓盤 名叫Artegia 發展商是Qualax Landmark 現在跟大家看看周邊位置 這幅是放大了Metrotown附近周邊的一個地圖 Metrotown的Mall本身在這個位置 這一條是Kingsway 樓盤是Ground Street和Hailey 地址是4275Ground Street 跟大家分享這個樓盤的最主要原因有兩個 第一個是它的校網相對比較好 一個小學很接近 Sheffrey Burk Elementary School 其實是內街 4分鐘就能走過去 Ranking 都會相對比較好 而它的中學校網是Moscrop 因為它是Kingsway的北面 Fall into another catchment 就是上面這個位置 那間學校在這裏 Moscrop 現在整個Burnaby的Ranking是最高的 也比較多家長喜歡那間學校 這裏有獨立屋多 Metrotown主要是樓盤 比較多高樓的位置 大家之前看我的影片都會知道 Kong Kong Metro Town在這個位置 其他這邊是Metrotown SkyTrain站 這裏有很多新樓 舊樓都聚集在這裏 這邊相對會較少 所以這個建築的優點除了是校網外 另外會是景觀 它基本上是北東這邊 都會比較開放 等一下給大家看看就明白了 配套的話 其實購物的話 Metrotown Mall 走過去大概十多分鐘 但其實不需要走到那麼遠 如果買一些簡單的東西 或者買洗頭水 护發素 買一些小菜 其實這個Oltra Shopping Center 走過去幾分鐘 都已經有很多貨物店 有Safe on Foods 也有藥房 你再過多條馬路 這裏其實已經是禮精 也可以買到很多中菜 或者是一些比較中式的蔬菜 肉類 如果再不夠 你可以再過來 這邊有Canadian Superstore 有Warmart 有大統華等等 SkyTrain站的話 其實它會是近一點 Patterson站 走過去大約是七分鐘到八分鐘左右的路程 旁邊已經是Central Park 去公園五分鐘便可以走到 現在給大家看看建築的外觀 和周邊的環境 這一條就是Ground Street 打直南北向的就是Hailey 它在這個角落位 其實它的Lock是這個位置 這個就是將來建築的外觀 它樓高是31層樓 會有247個單位 除了它自己單凍之外 旁邊這個Lowrise 就會是YWCA的Rental Project 在這裏 中間會有一個花園 隔了兩邊有各自的出入口 是分別的建築 大家看到方向的話 這邊就是北邊 所以大家看到後面就是Mountains 這邊有海 過了海對面就是西溫、北溫 因為它旁邊都是比較低階的森林 這些是存在建築 全部都是九幾年左右的城市 或是公園 所以它們要拆遷的機會率 相對來說現在是比較低的 這邊的景色都會很開放 向東邊一點點看過去 大家可以看到很開放 到這個位置 這邊是Dier Lake 後面是Burnaby Lake 這邊是東邊位 如果是西邊的話 這裏也是比較低階的森林 因為整個Metro Town來說 越靠近Kingsway 和Central Boulevard Skytrain那條路 會是森林 會建築高濃度的建築 現在去到Hailey Grunge 後面這些已經是獨立屋 或者是低階的森林 這邊說它會有機會再建築 但暫時未有新的項目會出來 或未有 notice 後面這些都是一些九幾年的 未需要擦遷的項目 這邊大家看過去 會是西北邊的景色 這邊是西北邊的景色 那邊就是Downtown 向西邊開始 就有些Existing的建築 比它矮一點 但也不矮 這邊開始進入西南邊 這裏夾角位看過去 其實已經是其中一個Parket的部分 再連下去就是Central Park 後面呢 向南的話 就會去Metro Town的核心區域 就會多了很多High Rise 所以向南 西南 東南 都會比較像City View 看樓 現在回到東邊 東邊開始有開陽花 看到鹿湖 跟大家看看示範單位 發展商做了兩套廚房 以及一個洗手間 給大家看看它的finishing 以及兩隻顏色 現在我們看到這個 會是兩房三房類的廚房 一個Linear廚房 再加上中間一個Island 顏色的話 現在這隻叫做Water Color Scheme 就是淺色系 兩房的設計 可以有廚房 在Island之餘 還會有空間放餐桌 所以在Island上 用了一些心思 將這裏造成Storage空間 和Display空間 大家會看到三格 是由白色和淺木色 去Match的Display架 可以放書和裝飾品 下面還有三格櫃桶 1、2、3 上面這塊是Quartz 它是比較淺色 而且有一點反光 厚度是四分之三吋 然後可以看看 下面這裏造了比較多Storage空間 這個櫃桶 給大家看看 它的櫥櫃 全部都是用了 以大利Cellini的牌子 大家會看到這邊應該有個Logo 比較特別的是 它造了一個玻璃的兩邊 這個叫什麼 擋板 擋板 是用了玻璃來製造的 整體感覺比較優雅 另外還有一格櫃桶 再加上Organizer 去放刀 刷刷 匙巾 兩格櫃桶 下面那格是大一點 沒有再做多一個櫃桶 可以放一些鍋 中間這個也是拉出來的 這個是垃圾桶櫃桶 這邊也有些蓋子 做好垃圾桶 也有多一格小的 可以放一些細的東西 然後這邊就是微波爐 微波爐下面 也是一個儲物空間 它所有的櫃桶 擋板都是Glass 包括Illand 另一邊的小櫃桶 也是 雪櫃的話 會是雙門的雪櫃 他們這次用的牌子 會是Fisher & Piquel 這個雙門雪櫃 開了 大家看看下面是冰櫃 三格櫃桶 還有一格小小的 還有一格大的 這個雪櫃的尺寸 這個雪櫃的尺寸 尺寸是三十寸 雙門雪櫃 上面還會有按出來的空間 可以放東西 這邊開始就是廚房的主食空間 台面跟剛剛的櫃桶一樣 包括Back Splash 都是同樣的材料 是Quartz 也是光面的 上面的一塊一塊鍋 沒有什麼坑坑文文清潔起來 會比較容易 大家看到上面的儲物空間 都會做到頂 廚房的樓底 整個單位的樓底 其實八尺八 但廚房通常都會有 Drop down ceiling 去放燈槽、酒管 所以這些Drop down位 大概七尺八 大家看到打開了廚櫃 裡面的層板 包括櫃壁、後面的板 其實它的面 都是有一點反光 還有層次感 有些紋路的 不是普通的白色面 看上去比較高壓 洗手盆是24吋 一個水龍頭 放冷熱水 可以拔出來的水龍頭 這邊也有電掣 下面的櫥櫃底 也有一條LED燈 你會有燈掣 可以控制它開關 洗手盆旁邊 就是洗碗貼機 牌子也是Fisher & Piquel 下面就是儲物空間 然後這邊有兩格小小小的櫃桶 一樣有做玻璃擋板 有兩格仔 下面一格是全大小的 儲食方面 它是五個汽油爐頭 爐頭的牌子是Fisher & Piquel 這些是掣 上面也有鈔油煙機 當然會有上面的風管位 大家可以看到它的風管包了邊 或者都會用了同樣的材質 令我們打開網出來都會更漂亮 它的名火煮食 它是包在管理費裡面 所以大家要熬湯的話 其實會包在管理費裡面 它的下面有焗爐 設置在下面 同樣牌子Fisher & Piquel 它用這隻版本 就是全黑色的 就比較型格 其實大家會看到 兩房的設定 焗爐是放在下面 一房 大家看的時候 它會放在長身 這兩個放的方法 各有優點和缺點 放在下面的話 缺點就是 你下下可能要烏身 幸好它這隻的版本 就可以整個櫃桶 可以拆出來 變成你吸收的食物 容易一些 起碼不用下下蹲 三格都可以 第二格 還有第三格 大家都知道 焗爐的話 它的運作原理 它是發熱 然後它後面有一把風扇 是去排出熱氣 如果你的焗爐 是像這個設定的方法 放在下面 上面就是七油煙機 用焗爐的時候 開七油煙機 整體的排放 就會順暢一點 因為直接在上面 以空氣向上升 如果你放在旁邊的話 拿東西就會很方便 待會跟大家示範就知道 但是它因為空氣這樣 鹹的話 排放就不會太順暢 現在跟大家看看洗手間 這個也是一種 Water Color Skin 和外面的廚房 是配合同一種顏色 大家看到 牆壁的牆子 不包在裡面 其他功能都是一樣的 我們由洗手盆開才看 它其實兩房的洗手間 都是做了一個Sync 但它會有更多的 儲物空間 以及台面的空間 外面的廚房 是光面的 裡面是雅面的 長身的話 大家也會看到 有兩大幅長 是鋪了磚 長身的磚 跟地板磚 其實是一樣的 但長身的磚 會是光面 地板是雅面 沒有那麼滑 大家我們先看看 它的儲物空間 它是做了一些設計 櫃桶 是有玻璃的擋板 它也是兩個角色的 一個儲物空間 這邊是一個Display空間 或者方便的 也有木紋包邊 令它的設計感強一點 也配合外面的廚房中間 後面的儲物空間 連中間的排水位 你打開櫃桶 都會看到 它有這個板 做得比較漂亮 櫃底會有一個Sensor Lighting 現在它是長著的 因為是為Display的 purpose 將來你收樓之後 在家裡 它是晚上 你進來自動會開啟 有時候晚上 就算摸不到燈鍵 都已經開啟了 而且不會太光太殘眼 這一塊的鏡 是會包在Project裡面的 它不是Medicine cabinet 它是一個上了電 是LED燈 你可以關掉它 也可以開啟燈 酷一點和溫暖一點的 方便女士化妝 這裡還有一個放大鏡 所以不用貼到這麼近去化妝 你直接在這個位置 你已經很大的 紋了 你稍為在這個位置 你已經可以看到自己 就可以在這裡化妝 現在和大家看看Sensor Lighting 它是無框玻璃的 整個都是 然後又撞了 看到進來的話 它有一個Ring Hat 這個Ring Hat也可以動 然後也有一個可以拔下來 可以調整高度的花灑頭 然後大家看到它下面 就是用了纖維底座 纖維底座的話 它的優點是它一體成型 所以它滲水和滲流的風險會低很多 大家也會看到有些樓盤 它會鋪磚做底座 那些美觀性會高些 它的成本也會高些 還有它做工的也會考究到很多 因為它一顆磚砍起來 再加上下面其實要做防水 如果某些工序做得不好的話 出現滲水的風險會大些 另外就是清潔方面 因為我們家裡自己 我們有洗澡這些纖維底座 也有鋪磚 因為加拿大的水是偏紅的 裡面的含銅量高些 你用一排就會發現 會有些紅色的 如果是纖維底座的話 其實你用布擦一擦 就已經沒有了 容易清潔一點 而且它一體成型 沒有那麼多縫 磚仔鋪出來的底座 有很多縫隙 一塊塊之間的磚封 其實有時紅色會吃下去 清理方面比較難一點 我們繼續看 這邊就是坐廁 坐廁隔離 還有這邊 發展商想得比較周到 就是它做了一個 歐洲多些出現的毛巾架 整個有一個開關鍵 可以把它暖起來 變成你的毛巾放在這裡 就容易乾透 而且你出來用的時候 都會暖一點 有時有些簡單一點的東西 你要洗 其實放在這裡都會很快乾 我其實挺喜歡這個功能 我很驚訝 在加拿大這邊好像不太流行 之前去歐洲旅行的時候 經常都會有 酒店通常會有這些毛巾架 好了 現在看完洗手間之後 跟大家看看一房的廚房 大家可以看到這款顏色 會是暗一點的顏色 名字叫Earth 由地板開始 Laminate Floring 也會是深一點的地板 下面的廚櫃也會跟地板的顏色 中間的Counter Top 比剛才深一點 其實不是太過分 待會跟大家看看顏色 你會看到不同 上面的廚櫃會有灰色 也會配合木面 這個會是一房的設計 大家可以看到是L-Shape 一房一樣都是做了這些櫃桶 裡面的 feature是一樣的 也有玻璃擋板 也一樣有organizer Soft Clothes 兩格 一格有個小格櫃桶 然後爐頭的話 剛才是30吋5個GAS爐頭 現在去到一房的話 就會小一點 24吋 4個GAS爐頭分得很開 現在焗爐是做了在另一邊 下面也會有儲物空間 這個是洗碗碟機 一樣是Facial Packout 升盤位是小一點 然後這裡比較特別 就是它做了一個Display 這個我們很多時候看到 傳統櫃盤比較多 可能就是一個櫃 所以你要伸進去拿東西 就不太方便 這個就是Display 你可以將一些電飯煲 水煲 咖啡機 可能塞在裡面 感覺上再整齊一點 這邊Counter Top 就可以很乾淨 兩層的 一樣 這些全部都可以調高低 而且裡面最重要 裡面是有電掣的 我移開咖啡機給大家看看 所以你直接在裡面 真的放一些電器都OK 不一定只是Display 這個位置會比較實用 而且拿東西會比較方便 好了 然後這一棵牆 就是好像Pantry Wall 大家會看到它 比如它放在這裡 焗爐放在這裡 這一隻就真的拿東西方便 因為你完全不洗濾 都可以去拿東西 但它就沒有櫃桶可以拔出來 那牌子一樣 Fish & Piquel 這裡其實它是做了垃圾桶 它那個設計的原理 就是因為我們可能煮食的話 你煮在這個位置 切菜、洗菜、煮菜 煮菜 你要焗爐的話 也是這樣開 如果你有需要的話 其實你可以一直開著這個櫃桶 拿走垃圾桶蓋 你扔東西都會比較方便 這個是它當初設計的原理 雪櫃的話 就會在這邊 24吋的雪櫃 牌子一樣 是Fish & Piquel 下面有三格的冰櫃 這邊也還有一些櫃桶 現在跟大家分享一下 這個建築裡面的單位的分佈設計 樓高是31層 總共有247個單位 大家看到現在我顯示了 白色的框框 這些全部都是兩房單位 兩房單位其實它都會分佈在 東南角 東北角 西北角 三角 中間這些沒有明顯 其實都會是一房單位 西南角 會有一個一房間的一層 除此之外 三房單位都會分佈在 比較高 最高的幾層 還有樓下的層層 有些好像Town Home的設計 我們打開了25樓的4P 跟大家分享一下 因為大部分都會是這樣的 一梯會有9個單位 這邊是東北角 西北角 東南角 這三個都是兩房 其他那些是一房 不同方向都會有一房單位 我們現在看看兩房單位 我們看看02 02單位是一個角落兩房 東北角 907呎 其實是2C的 東北角 室內面積907呎 露台空間105呎 這個虛線框 只有三樓才有 特別大些是平台單位 這個層層 入口位是這邊 之後會有一個睡房 加上洗手間 在這邊一套 另外主人房 就會在這裡 然後這裡的 角落位就是 廚房 客飯廳 這個後面 大家看到 是廚房的設計 跟我們剛才看的 示範單位的廚房 大家看到是一模一樣 曝光顏色 廚房出來這邊 都會有一個樓盤 全部都是大片的玻璃 可以直通走到露台 大家留意到 露台下面有鋪了磚 這個到時都會做給大家 讓你走出去的空間更漂亮 上面也會有遮蓋 這邊看出去 會是東北邊的風景 這邊是北邊 這邊是東邊 窗框 大家都會看到 全部都會做黑色窗框的設計 比較強的對比 令設計感更強 廚島這邊中間 還有空間可以放到餐桌 然後是客廳的空間 放電視 房間會向著東 所以房間看出去 會直接看見六湖 也會有兩個雙門衣櫃 裡面也會為大家做這些 組織 全層最小的單位 它是一房單位 剛剛好不到五百尺 發展商稱它為Junior One Bag 因為它不夠五百尺 我們可以看看06的單位 雖然它是最小的職 但是它會有一個露台 和它是一個空間的單位 而且它其實是一個斜角位 西藍 它也會有一個空間位 可以看到這些空間 所以景觀都相對開揚 跟大家看看它的室內 它是Junior One Bag 497呎 其實露台空間是124呎 就是在這邊 這個單位的積極很簡單 一門桌進來 已經是飯廳位 以及整條廚房位 然後分開兩邊 房間在這裡 洗手間在這裡 洗手間在這裡 雖然是一房 但也是一邊 它的房間有窗 有櫃 其實還有一個免費 它唯一為什麼會叫做Junior One Bag 就是因為它沒有做正常的門 而是它做Sliding Door 所以就叫做Junior One Bag 我們現在看看單位 這邊看出去就是藍面 所以會多一些樓 再向露台那邊拉過去 大家就會看到 這裡就是向西邊 在階段位 看到兩邊窗 西邊就會很開放 看到這些好像是公園的地方 就是看得舒服一點 露台一樣鋪磚 有大的Sliding Door 這邊全部都是窗 這是飯廳位 這是門口進來的位置 這條就是整條廚房 它會佔據了整個中央牆壁的位置 這是24吋的雪櫃 這一邊這條其實都是Storage 可以放東西 大家也會看到它兩邊的排布 這裡進去就是Laundry和洗手間 這邊進去就是房間 它會做Sliding Door 房間的話 它可以放到Queen Size床 這邊是衣櫃 這條門進去就是Storage的空間 它也有窗 窗門的話會看回南面 其實這個建築的話 它的會所會分在兩個部分 一個是比較高的樓層 27和28樓 所以其實27和28樓 它附近是住宅 但是這些地方 它也有做了一個Business Lounge 還有一個Library在上面 Lobby的話也可以和大家看看 它到時會有Concierge 會是10至12個小時的服務 會有一個專人坐著幫你收郵件 也會是幾層樓高的落地玻璃 上面的Lighting Features 會和後面很相似 也是它們的設計特點之一 整個感覺會比較大 有一個Kiss Room 小朋友可以安排在那裡玩玩 做活動 會有Music Room 那裡隔音會比較好 可以練琴 練其他樂器 也會有Fitness 全部這些都會在底層 可以在Ground Floor的Lounge裏面做到 亦會有Sona 可以焗Sona 這個很明顯 Dining Kitchen 會連著後面的Pateo Space 去開Party 或者有些時候當Lounge 用都會有 直接連著Court Yard 這邊是Dining Kitchen Party Room 這邊是Court Yard 旁邊是Rental Building 就是這樣的設計 跟大家分享一下價錢方面 因為現在還是在樓盤比較早的階段 其實發展商沒有實際定價 每個單位或者每個席 總之現在知道 一房的Starting Price大約六十多萬左右 兩房的Starting Price大約九十多萬 現在因為樓盤比較早期的階段 有興趣的朋友可以先上我的網頁 登記 網址是Carriequite.com 然後是樓盤的名字 大家上來登記 我知道你有興趣之後 它有新的Floor Plan release 或者可以進來Show Room 或者有價錢等等的資料 都可以馬上告訴你 讓你不會錯過那個機會 因為它可能隨時都會開盤賣 暫時未知何時 現在預計會是2025年的冬天 就會起好了 動工日期的話 應該是明年的春天再有開始動工 預計起33個月便會完成 現在這個管理費 預計會是五毫半到六毫中間的價位 包含冷暖氣 也會包含油 包含整個建築物的使用 包含垃圾排污等 這個冷暖系系統 它用的是 Energy Recovery Ventilation System 除了有冷暖系之外 也有一個Ventilation 循環系統 地板也有Laminate Flooring 沒有地址 所有的住宅都會是EV Ready Level 2 到時大家買了電車 跟電車配上Charging Station便可以 除了Junior One Bag 即最小的單位 沒有車位送外 其他都會有 如果Junior One Bag 你想買車位的話 是VIP Scale裏便可以 如果不是的話 去到後期可能加不到 這是Uptil發展商決定的 Locker的話 每個單位都會有Locker 也會包含價錢 Deposit Structure 就是Local 你有身份的20% 分期比 如果你是沒有身份的 Foreign 海外買家 就25% 我現在去了Site 我這條是Hailey 前面走出去 是Grunge 這棟Low Rise 將會清拆 將會清拆 會建立Matecia 剛才我們說的項目 發展商Quallax Landmark 都在這裡 已經動牌了 我想在這附近的人 都已經 每天都忙開 剛才我們拍拍片 都有人衝進來 但沒有辦法 因為他們現在看不到 所以被人踢出去 我們這邊來到這條 已經是Ground Street 那邊又是王業 這條 剛才大家看到 Hailey不是很忙 Ground Street 稍微繁忙少少 多條黃線 但還未去到 King's Ray 現在好像沒有車 這個是開發 剛剛好可以和大家分享一下 其實它已經做了 Site Address 就是4275 Ground Street Exact location 就在這裡 我們這隻咖啡色 是叫做 High Density 可以在Mid到High Rise 這些月深色 紫色 這些是Metrotown 這些地方 就可以再密集一點 樓層再高一點 所以南邊這隻色 是會比我們的Density 更加高 其實已經是起了樓 等一下我一轉身 就會看到 這個Project的景觀 很漂亮的話 其實會是向North Corner 因為橙色的森林是什麼 都是High Density 但它已經是Mid Rise 所以其實是矮一點的 而這邊呢 雖然是同一個森林 但是呢 這些是九幾年的建築 所以要去清拆它們 都會挺貴 所以短期內 未必會有發展商說 去搞這個地區 這些全部都是獨立屋 就是Town House 類的了 所以這一個方向 往出去呢 其實都會是 一直都會持續是 比較開揚 比較漂亮的景觀 由那個Site 4275 Grunge 走大概5-6分鐘 就可以走到 過來那個 All Archer Shopping Center 那這裡現有些什麼呢 大家看到我後面 有個Safe on Foods 有個Pharmacy 有個Drug Mark 即是買那些 小小的藥品 洗頭水 抹發送紙巾 那些都買到 Liquid Store 就買酒買飲品 然後那些小的那些 小小的商店 就是一些食肆 飲食店 中餐 日餐 什麼餐都有的了 基本上都很方便 那這邊呢 大家看到其實這個方位 現在看到綠色的兩棟樓 後面 對著另外那棟正方方的那個位 其實就會是 Artisia Building Journal所在的位置 所以它走過來其實很近的 那大家也會看到這一邊相對來說 那個建築的數目是少些的 就是那幾棟的 其他就危一點 不太見到的了 那後面呢 這個Mall對出 已經是King Street 大家走過來這個Mall 如果不想去Safe on Foods 那裡買西人的 或者外國人的東西 其實那一塊 這些咖啡色 隔玻璃綠綠地色 這一塊 其實已經是麗精 那裡就是很多的 中式東西買了 那裡面也有Food Court 也有很多中餐廳 這條已經是King Street 那邊這個沿路King Street 一直都會有很多不同的Coffee Shop 不同的食肆 打火鍋 火鍋 Station Square下面 也有很多餐廳 Cutter's Club 有個豆撈坊打火鍋 那些全部都有 所以吃東西買東西 各方面都不用擔心 學校剛才說了 小學就在旁邊 好了 我說了很多 其實我們很餓 早餐都沒吃了 出來拍片 Hello 大家好 Hello 大家好 我是Carrie 溫哥華的地產經紀 今天跟大家發展 發展感情 對 現在 不行嗎 我開場發 你不如說一次給我聽 蛤 它就會在 不行 什麼東西 樓盤 慢慢來 跟大家分享 這個樓盤 我覺得教會在這裡 讓我重新說一說 我想再說一次 有個白色框 OK 重新來的 Sorry 說錯了 重新來的 什麼時候 我剛才說錯了 重新來的 即是有一個圖 其實這邊是重新來的 OK 餐廳有超市 OK 還是重新來的 沒錯 即是有重新來的 好 有沒有廣告牌子 沒有 沒有 重新說過 這裡開始 好像有點 疾疾的 那個角落那裡 全部重新說過 這個 紅色一點的 不好意思 重新來的 整個Junior One Bag 重新說過 好 OK 今天還風還雨 其實 拜拜 不要整個工廠這樣 彈一下